第十八章 天国女谁为大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天国女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会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 就坎下来雕吊 你缺一只手 或是一只脚 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手两脚 被雕在永火里 倘若 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把他换出来雕吊 你只有一只眼 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眼 被雕在地狱的火里 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女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上见我天父的面 人只来 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迷路的羊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 若是找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 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 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不愿意 这小子女失丧一个 倘若 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 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变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碎利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那时 那时 彼得进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遥数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仗一个王 要和他撥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上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常还 那仆人就苦福拜他 说 主啊 欢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不怜悯人的 必不蒙怜悯 那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便周着他 欠住他的喉咙 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苦福殃求他 说 欢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 竟去把他下在监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 就甚幽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 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仰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刀面了 你不应当连率你的同伴 将我连率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各人 若不从心里遥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代你们了 对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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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当连心 从心里 感谢观看